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具体来说 根据电商数据平台Metric的统计 今年前6个月Shopee、Lazada、Tiki、Sendo、TikTok、店铺5个平台的总收入 预计渐达到156万亿元南吨 比去年同期增长78% 其中Shopee平台继续领先 市场份额得到67.9% 预计下班年国内市场降继续向好 经济增长恢复 湿头继续保持 红冠经济基本保持稳定 购买最多的三种商品是食品、饮料和化妆品 接下来是食商、运动用品、驾驱护理和客机、母婴服务注册 在线预定、货运等数字服务 因此 这种习惯已经改变 因为以前用户仅将电子商务用于费必需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和时装等货品 如今 越南人更频繁地去网上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 统计总局数据显示 2024年前6个月货物出口额预计将达到1900.8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4.5% 集中 输口额超过10亿美元的产品有29个 在越南的主要出口产品中 电子计算机和零件的出口额增长了28.6% 其次是手机和手机零件 同期增长了11.6% 制造业和造工业继续在出口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货物出口结构中 造工工业品类别所占比例最大 为87.7% 其次是农产品 林烈产品 河水产品类别 尤其是纺织 鞋类 木材造工产品同期复苏前进 同比增长10%至20% 企业还解释说 主要市场的通胀已经降温 导致采购需求增加 库存减少 到2024年底 企业已出现订单满载的迹象 与去年同期相比 仿制服装行业出口企业订单量增长10%至15% 经过数月的紧张谈判 德国执政联盟7月5日 就德国2025年预算提案 达成一支 包括社会民主党 自由民主党和绿党在内的联盟党牌 达成的协议重点是 现在预算置之 再出去国防投资当中 公安部正在就修改和补充地 要私事号令有关治安 秩序和社会安全领域 行政违法行为处罚若干条款的法令 草案征求意见 预防社会罪犯 消防和预防 救援和打烙 预防和打击家庭暴力 值得注意的是 草案里修改公民身份证 居民身份证 电阻身份证发放 管理使用违法行为的罚款规定 根据公安部的建议 对有质押 买卖 出租 触接公民身份证 为交行为 使用假文件和数据来获取公民身份 可被处罚四十六百万越南吨的罚款 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洛密欧布劳纳 7月5日表示 该国拒绝了美国支持东海活动的提议 此次拒绝是在菲律宾与中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 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在新闻发布会表示 双方为达成协议做出了努力 因为别无选择 他表示 预算应包括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 良好的养老金 强大的武装部队 良好的道路 竞技增长 良好的工资和稳定的就业等措施 萧尔茨表示 到2028年 国防开始降从目标的520亿欧元 增值约800亿欧元 折额864亿美元 这意味着 德国将长期实现北约设定的国防 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 萧尔茨先生宣称 德国现在必须成为澳洲稳定的致点 作为一个位于陆地中心 具有战略重要性 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的国家 我们将与世界同行 萧尔茨内阁将于7月17日决定是否接受预算提案 随后德国议会将对预算草案进行辩论 并可能在今年11月或12月批准此提案 布劳纳表示 美国已提出根据两国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 向菲律宾提供帮助 该条约允许美国在菲律宾军队 飞机或船只在争议水域造到袭击时进行干预 不过布劳纳先生表示 马尼拉将在寻求外部帮助之前尝试一切可能的措施自行解决局势 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安诺也表示 菲律宾希望在东海独立运作 马尼拉和北京之间在东海的紧张局势 最近盛起 马尼拉指责中国在这些水域对菲律宾船只采取侵略行动 各位观众 我们本台的谎语新闻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